HELLO 大家好! 隨著開關,訪澳旅客大增 上局堵收大幅上升 我見澳門經濟復甦情況大致向好 近日更有博企推出娛樂博彩部建集莊可招聘計劃 不過有傳媒打電話想查詢時 對方的電話一直不通 而且公司的招聘網頁已經不見了 似乎有關計劃已停止招聘 對近日博企招聘建集莊可 博彩業界人士說 博企賭桌部招聘數目持保守態度 認為目前博企賭桌部不會出現大量人員配額需求 只是因為賭牌重新批給 博企也有新的營運決策 賭場規模及人員配置都有調整 更有部分衛生場停止營業 相信這批衛生場賭桌部員工回流至公司廳 因此他們推算 目前博企的裝可數目足夠應付市場需求 但不少賭桌部員工已到達退休年齡 因此近日會出現少量補充配額需求 基於政府大力發展非博彩元素 博企業界人士認為 博企對非博彩分部職位的薪資和福利 將大大提高 而且上述職位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共聯博企企業員工協會指 博企招聘部門職位 以遊客配套相關為主 涵蓋服務、酒店和餐飲業等 個別博企也招聘娛樂場賭桌部職位 以迎合賭牌經透成功後 新業務開展 應對新客園市場發展 老實說 若要請新裝可 應該數目不大 可能用來替換即將退休的裝可 未來開拓國際客園 若要請裝可 應該要請些 懂英文 就算不太好 懂英文再培訓 才會講英文和賭客溝通 所以技能很重要 即使是莊可 工會說 博企招聘對象年齡層範圍相當講 包括應屆、畢業生、青年人、中壯年 當中博企文職、酒店前台接待人員行李部 以及非輪班制部門教授年輕人歡迎 而六大博企有自身優勢 亦有不同發展方向 甚至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業務 建議求職者應按照自身需求 分析國大博企的發展前景 選擇自己心儀的企業應聘 今個月 澳門勞工局繼續與六間休閒企業 即博企合作 推出至少六場職業配對會 推出職位空缺 合共有1166個 涵蓋、廚師、餐廳經理、客服、管家、舊生員 主任培訓生、轎車司機、 分析員及資訊科技、助理經理等職位 各樣都有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試 工會說 本澳發展多元產業 六大博企更投資超過1000億的非博彩項目 以及本澳和橫琴、灣區的合作安排 澳門的職業市場選擇將會逐漸增多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對於降頭新社會的年輕人 工作經驗不多 他們呼籲求職者勇於常識不同工種 吸收社會經驗 總之一級一級來 豐富自己的CV之後 就會好很多 集體表演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開掃片給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支持